有些街坊比起我覺得更加激進 現在只是有一些拿著棍棍的XX 達三一 太子站無差別打人 見到年輕就打 在商場買東西 可以被警察無端端抓 那時街坊穿著拖鞋 那些反對派所謂的議員 其實我自己覺得都不是議員 根本就是演員 來來去去都是那些戲碼 我剛才總結了三部曲的戲路 反對派議員只是選擇性地 將事實的一半告訴大家 所以作為一個議員 你這樣去做事 其實我認為絕對是很不公道的 他只是說一些 他們認為發生的事情 譬如是警察打人等等 但是他們從頭到尾都不說 那個故事的前轉 從頭到尾都不說 為什麼不說呢 因為那些事情對他沒有理 在警察去抓那些暴徒之前 那些暴徒做了多少壞事 一句都不說 而我們在會議室見到的 就是他們不停說執法 但是從來都不會說執法的前轉 我們見到在示威的暴動現場 那些黃會怎樣去針對警察 去到議會就見到一些反對派議員 怎樣去針對警察 就是質問他為什麼要執法 其實阿姐Sir都說了 如果沒有人犯法的 他不需要執法 這是第一部曲 第二部曲又不停重提 721、831 去年11月11日 在葵方都有暴徒把汽油彈 投入港鐵站 都希望大家記住這個數字 第三部曲就是不停地侮辱 一些政府官員 侮辱阿姐Sir 甚至乎有民主黨議員 說粗口罵他 一方面 我們有梁永權安蔭區 說粗口罵阿姐Sir 但是民主黨的另一個區議員 在石禮南的梁國華 他又譴責警方 用一些不禮貌的語言 那是不是一個雙重標準 他在會議室 正正看到自己的黨友 怎樣用粗言謂語 去侮辱謝Sir的時候 他有一隻指不提 當那些議員提出 這些侮辱性的字眼的時候 我看不到這個區議會主席 是有做譴責的 就是詐聽不到的說話 因為他是黨友 大家都是民主黨 那你怎樣做主席 主席理論上是要持平要公正 他們很喜歡用一些文字的藝術 為什麼警察見到年輕人就答 為什麼你要用年輕人的字 去掩飾那個暴徒本身真正的身份 這些就是在玩文字 不斷說穿拖鞋的街坊 我又不覺得穿拖鞋 一定就是一般街坊 你們在網上看到那些暴徒 不斷呼籲 說要回去換衣服 換街坊裝落回來 假裝老過的街坊 這些已經是事實 這些東西也是透過很多不同的渠道 可以印證得到的 那為什麼你們還堅持這些 所謂假街坊到最後都真正 就是要做一個真街坊 然後屈警察去打他呢